老公 咱家儿子已经出生快一个星期了 咱们给他起个什么好听的名字呢 让我想想 咱俩都姓梅 而且还是大学同学 那就梅同学 那那行 那孩子以后梅同学怎么办 不行不行 那你说叫什么呀 我想想 我叫梅钱 你叫梅房 钱 房 要不叫梅车吧 梅车 这哪行呀 咱俩的名字里已经没钱没房了 哪还能再没车呢嘛 说得也是哦 哎呀 我这平时啊 竟研究给别人起外号了 这突然要起名字 可把我难住了 也不能给咱俩儿子起外号呀 你说咱俩都姓梅 但凡是带这个姓的名字 听起来都像外号 那就起个不像外号的名字 那就不你起一个 先打个样 没超风怎么样 你可拉倒吧 还不是外号 哎 我想到一个好名字 没人药 人是仁慈的人 药是耀眼的药 预示着咱儿子长大以后 仁慈有药眼 寓意是好 对吧 但是听起来太悲苦了 没人药啊 哈哈哈哈 是有点悲苦啊 没人药不行 嗯 那你起一个 我从小穷到大 一直没有钱 我可不想让咱儿子跟我一样 得让咱儿子有钱 干脆叫没有钱算了 有钱 你好好听听这名字 没有钱 哪还有钱呀 哦 也是啊 我怎么忘了咱儿子姓梅了 咱们到现在还在租房子住 其实我更想让咱们儿子叫梅有房 但是谁让他姓梅呢 哎 没有钱 没有房 多好的名字 摊上这么个姓 不要悲观嘛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只要咱们可努力 哎 等等等等 我想到一个绝世好名字 你快说 是什么 梅西望 梅西望 都梅西望了 还奋斗个屁啊 也不行 不行 我再想想啊 梅老板怎么样 梅老板 太吐气了 别人会笑话他的 哦 嘿嘿嘿 梅男子 梅男子 哎 哎 梅男子 多好听 梅男子 梅男子 这 太花里胡哨了 你就不能起个洋气一点的吗 洋气一点的 我想想啊 哎 梅塞德斯怎么样 没塞德斯 车名 你不是让我骑个洋气一点的吗 那也不能起车名呀 多没文化 我再想想啊 呃 梅西望怎么样 梅西望 梅西望 西是西北的西 望是望远的望 啊 我老家不是在西边吗 孩子长大后 遇上烦些事 就像西望一望 烦恼就没有了 意义是挺好 但就是让人感觉 没什么希望 没希望可不行 哎 没办法呢 那更不行了 哎呦 我上学那会儿 就没好好学语文 那现在起名字这么费劲 我也是 我喜欢理科 哎 再想想再想想 肯定还有好名字的 其实啊 我特别希望在儿子长大以后啊 这个前途啊 一片光明 总不能叫没前途吧 那没光明呢 更不行了 哎呦 没头脑 呃 也不行 没气罐 我这龙眼中啊 怎么全是这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啊 这 都怪你平时爱给别人起外号 你啊 就是没脑子 我真想不出来了 该他叫没名字算了 没名字 那哪能行 怎么能没名字呢 必须起一个 哎 没煞勇怎么样 煞是大煞的煞 勇是勇夺的勇 意思就是啊 大煞怂入勇端 于是咱儿子高大威猛 顶天立地 哦 这个寓意啊 确实好 但我感觉还是不对劲 哎 你仔细听啊 没煞云 没啥用是不是 呦 也是啊 收获了 收获了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要不咱们求助一下 屏幕之前的观众朋友们吧 也只能这样了 各位老铁 你们有什么好听的名字 请写在评论区 拜托了 谢谢啊 啊早哦 丹蚓